第十題第十題第十一題是體組 木偶預測量一乒乓球的體積 他先裝30.0毫升的水在兩桶內 然後將乒乓球放入 此時兩桶液面高度為34.0毫升 接著傾斜兩桶 輕輕放入一小鋁塊 將乒乓球壓下使兩者完全在水面下 此時液面高度為65.0毫升 最後將兩者取出 只放入小鋁塊 此時液面高度為55.0毫升 以支乒乓球質量為4公克 請回答下列10到11題 第十題是問 請問此乒乓球的體積為多少立方公分 那麼比照我們上課教過的 我們就把他所寫的把他 簡單的標記下來 我們發現我們有裝了水 叫做30.0毫升 然後呢我們把乒乓球放下去 乒乓球會浮起來 所以呢是我們部分的乒乓球 然後加上我們的水 會有所謂的34.0毫升 然後呢放入鋁塊全部沒入水中 水我們的水 加上我們的鋁塊 加上我們的球 那麼這樣會是65.0毫升 那麼最後呢 把兩個取出來只放入鋁塊還有水 所以表示呢 水加上我們的鋁塊 那體積呢是55.0毫升 那現在我們乒乓球多少 我們就發現這兩個相減 水加鋁塊加球 扣掉水加鋁塊 就是我們的乒乓球 水65.0 減掉55.0 就是10.0 也就是我們的乒乓球體積 應該是10.0毫升 因此 第10題問我們說 請問此乒乓球的體積為多少立方公分 我們答案選的是 10.0